台積電將採取雙手掌平行領導的制度 台積電2018年在創辦人張忠謀卸任後 再度走向雙手掌制 執行超過五年 19號劉德英提出退休 將由魏哲家接任 也象徵雙同馬車的時代正式結束 十年前了啦 都是好朋友 我祝福他 因為這個老實說工作了這麼多年 他就是認為他應該回到家庭 然後去思考未來人生的更多的發展 科技大老給予滿滿祝福 實際來看雙11優質 目前在臺灣一千多家的上市櫃企業中 採雙核心的公司屬於少數 但不乏大咖的企業 像是電子代工大廠合作 今年才剛實行 河碩總經理繼執行長廖四鎮 年初宣布卸任 由熟悉客戶業務的鄧國燕 跟研發背景出身的鄭光智 接任總經理繼共同執行長 將近一年的時間 董事長童子賢很滿意 雙11優製度從科技大廠到傳產 由越來越多公司採用 像是聯發科 有蔡明介 蔡立行 是雙菜共製 華碩電腦是許先月跟胡書斌 而統一52年來首社共同總經理制 由黃昭凱跟李清田同事接任 劉德英退休的消息也讓雙首掌掀起 業界討論 參選中越方向台北倒 總統 AC 追求的消息也让雙人 解決心 硬 解決心 解決心 感谢观看